本游戏可能会引起儿童或是心理承受力教差者的不适 而有焦虑或忧郁症的人可能无法正常游玩本游戏 在开始游玩心动动文学社之前 你是否确认自己已满13岁 并且同意接触大量会引起不适的内容 How's everything? 大家好,我是甜食游灵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 Doki Doki文学部 然后我们现在要载入游戏 我们上一次到 可以点选skip键来跳过 已经看过了对白 我们现在要写诗 好可爱哦 所以这三个就是我们可以攻略的女孩子 我喜欢紫色头发这个 尽量选择攻略对象所喜欢的词汇 接下来该把诗给谁呢 给 给塞尤里好了 这真是一首好诗啊 Yaki 你确定这是你第一次写诗吗 嗯,当然 它没那么好啦 我看起来像是那种会在闲暇时间写诗的人吗 我想也是啦 不过这也是为什么他那样打动我 不过老实说 我一直很担心你不会认真写 甚至完全不去写 我真的很高兴你也写了一首 这让我意识到你真的是社团中的一份子了 更别说我正在社团教室里 站在你面前 You don't say 嗯,当然 我现在还没有特别融入 不过这不代表我会违背我的承诺 看吧 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 Yaki 在内心深处 你一点都不自私 你知道吗 为了别人像这样 尝试新的事物 做非常好的人才会这么做哦 谢谢你 Saioli 我不确定 Saioli是不是完全明白我的动机是什么 妹子啊 不过 我也无法否认 它是我加入社团的原因之一 在知道这社团对它有多大的意义之类的 嗯 而且我也会确保你在这里很快乐的 好吗 这就是我感谢你的方法 好吧 那你可要说话算话哦 耶 现在轮到你读我的诗了 对吧 别担心 我真的不太会写诗 那让我看看再说吧 哦 这个字体 Dear Sunshine The way you glow through my blinds in the morning I trust you too If it wasn't for you I could sleep forever But I'm not mad I want breakfast 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啦 美妙的阳光 你在清晨透过梦境照亮我 似乎在传达对我的思念 轻吻前额催出我 催我坐起 擦拭眼前睡印将我唤醒 放我清醒 是在邀请我出门散心 是在鼓励我抹去乌云 我抬起头天空正天空正蓝 我要说几个秘密 而我相信你 若不是因为你 我将永远长眠 但我还没失心 我还没失心 我要吃早餐 好可爱哦 Saioli 这只不过是我的猜测 但是 你是不是到了早上 才写了这首诗 不是哦 只是有一点点 你不能对一个是非回答 是非题回答只有一点点啊 我昨晚忘了写嘛 好吧 至少就让我的自我感觉好了一些 不要这么刻薄嘛 我还是尽力去做啦 嗯 我不是要说这首诗不好 嗯 成品还不错吧 该怎么说呢 很有你的感觉 真的吗 是啊 尤其是最后一行 我做了鸡蛋吐司 即使你上学都要迟到了 不吃早餐是不行的 我的失去会没办法集中的 真的 早餐是最重的一餐 大家都要吃早餐哦 嗯 好吧 我想这炒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今天跟我分享你的诗 真是太有意思了 莫妮卡最棒了 嗯 是啊 不过下一次 哦 是她的 嗯 不过下一次我不会忘记写的 而且我要写出最棒的事来 嗯 我很期待哦 接下来就给莫妮卡吧 嗨 Yagi 到目前为止还过得愉快吗 嗯 是的 很好 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 话说未来 由于你是新来的 如果你对社团有什么建议 比如说新的活动 或是我们能改善的地方 我都愿意 我都乐意洗耳工听哦 别害怕提问题出来 好吗 我把我的诗头递给了莫妮卡 嗯 写得很好呢 Yagi 我读她的时候 脑子里都是哦哦哦哦的感觉 真的非常有隐喻感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想过你会这么深入 我这样我是低估你了 对我来说 大家的期待越低我就也轻松 这样一来 一旦我有努力 就会变得很明显 呵呵 这不太公平啊 好吧不管怎么说 我想她的确起了作用 你知道优利喜欢这类型的写作 是吧 这种充满意象 还有隐喻的写作 而不是像傻优利那样 能够 喜欢使用简单直接的语言 来描绘快乐和悲伤 优利喜欢让作者 从作品中得到自己的意思 要更有效率的写出那样诗 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能同时让人们 能够 能同时让人们通过感受来 从 能同时让人们通过感受来 从中获取 以及能够 深入地分析每个微妙变化 她可能需要好几年的练习 而我相信优利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不过我从来没有问过她就是呢 我敢 我敢肯定我远远不及她的那个层次 不必太担心 好快 你只要做好你自己 只要你保持探索 通过尝试新的东西来不断学习 我相信 等一下 刚是我讲话吗 呃 我相信我最终会尝试许多不同的东西的 可能要花上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能适应写作 没关系 我很乐意看到你尝试新的东西 这种方法最能够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 其他人都有点偏爱他们自己的风格 不过我会帮你找到适合你的那种 所以不要太勉强自己使用别人喜欢的方式来写作哦 不是说你需要担心或是否能够打动他们之类的 哇 意图被看穿啦 哈哈哈 话说回来 你想现在读我的诗吗 别担心 我不是很擅长 对于一个敢宣称自己不擅长的人而言 你听起来很有自信呢 嗯 那是因为我必须听起来有自信 但这不代表我也是这么觉得 你明白吗 嗯 我明白了 好吧 那就来读你的诗吧 呼 hold in a war it couldn't it couldn't have been me see the direction that 我喜欢 这应该是里面字看起来最清楚的吧 我是说跟其他另外两个人比起来 hold in a war it couldn't have been me see the direction that spackle pro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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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 jude My retina, my retinas, my retinas, already scorched with a permanent copy of the meaningless image, it's just a little hole, it wasn't too bright, it was too deep, stretching forever into everything, a hole of infinity choices, I realize now that I wasn't looking in, I was looking out, and he, on the other side, was looking in. 墙上的洞,那不是我的錯,看,那墙,那墙上凸起,是吵鬧的鄰居,是生氣的男友,我怎麼會知道,我又不在家,我像內窺視,不要,我的眼睛,我感到頭暈目眩,就像是曝光的底片,但已經太遲了。 哦,那是死,哦,對,飾網膜,那我就是retina耶。 飾網膜上已經永遠繞上了無意義的影像,它只是一個小洞而已,並不亮,但它太深,向著一切無限的延伸,一個無限分支的洞,我這才意識到,我並不是向內窺視,而是向外,而它,在另一側,則向內窺視著。 嗯,所以你覺得如何呢? 嗯,它非常的自由奔放,如果你想這麼稱呼它的話,抱歉,我真的很不會給予,真的不是給予反饋的適合人選。 嗯,沒關係啦,嗯,這種風格現在已經相當流行了,哇,走在流行的尖端嗎? 嗯,也就是很多詩開始注重詞語,詞語行之間的把握,當它被大聲朗讀出來時,就很容易附有感染力。 這首詩的背後靈感是什麼呢? 嗯,嗯,我不是很確定要怎麼表達它,我想你可以說我最近有了些頓悟,但這也影響了我的詩。 頓悟,嗯,是啊,類似的東西。 我對於談論這種高層次的東西有點緊張,因為它的感受是那麼的強烈,大概是大家成為更好的朋友之後之後吧。 總之,以下是Monica,今日寫作小秘訣。 當你在寫詩或是寫個故事的時候,你的大腦會過度專注於某個特定的點上。 如果你過度追求完美的話,那麼你就永遠得不到任何的進展。 只要你強迫自己在紙上寫些什麼,事後再做整理就好囉。 換個想法來說就是,如果你讓你的鋼筆停在同個點太久的話,你就會獲得一大片的黑色墨點。 所以只要動起手來,順其自然就可以囉。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建議,感謝聆聽。 好吧,現在就剩下數啦。 嗯,和我對你這樣的人的期待差不多。 嗯,這說的有點太直接了吧。 啊,那個,對不起。 我可沒說他很糟喔,只不過他沒有喚起任何的感情。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對你的口味而言還不夠可愛。 你是想挨揍嗎? 嗯,當我沒說。 啊,反正,無論如何,我想我還是要給你看看我的。 不是說你會喜歡或是之類的。 呵呵呵,好短。 呵呵呵,好短。 不錯啊,可是就是有些字會太黏在一起吧。 因為字體的關係。 可是我自己,我自己手寫字也是會有點黏在一起。 可是看自己看得懂就好啦。 嘿。 這個。 呵呵,就是老鷹能飛,猴子會爬,西蒜會跳,馬驅會跑。 這什麼啊? 不是吧? Cheetah, Cheetah是那個。 欸不是Cheetah,剛剛那什麼? Owls,喔。 呵呵呵,對不起。 呵呵呵,這是什麼啊? 白,白鳥嗎? 消,消耗會烈,我不會念啦。 烈爆會奔,老鷹會飛,人們則會嘗試。 但也僅此而已。 它其實這原文的話,Fly跟Try吧,有點押韻。 這兩個地方而已,其他都沒有押韻的地方。 嗯。 我說了你不會喜歡的。 呵呵,我喜歡。 蛤,什麼? 說實話。 呵呵,我的確喜歡他。 為什麼你那麼確定我不會喜歡呢? 嗯,這個。 因為,高中裡的所有人都認為寫作應該是要複雜、充滿生意的。 所以大家都不把我的文章當一回事。 但,詩的意思,意義不就是要表達自己嗎? 你的寫作風格並不會使你的主旨遜色半分。 是的,就是這樣。 我喜歡讀起來容易,但是又能狠狠觸動你的詩。 就像這首詩一樣。 看著身邊所有人都做的這些大事,真的令人沮喪。 所以,我就決定把它寫下來了。 嗯,我能理解。 不過簡單的寫詩還是一個好處就是它可以更加注重文字遊戲。 呵呵,就像我每句話巨尾押韻。 但隨即就即刻押錯韻。 蛤?我不太懂這句話的意思。 嗯,這樣就可以幫助我們從商業好的情緒中擺脫出來。 嗯,所以你這麼做,似乎比我意識到的還要更加深入一點呢。 這就是專業。 很高興你能學到這些東西。 你沒想過從年紀最小的人這裡得到吧? 是啊,沒想過呢。 我就決定,我決定就這樣迎合他一下。 我其實並不太在意大家的年紀, 不過如果夏叔對此感到自豪的話, 那麼我也不會說破的。 呼。 呵呵,終於結束了。 我用目光掃視了整個社團教室。 氣氛比我想像的還要壓抑。 就像是所有人都在審視著我那平庸的寫作水準。 即使他們都很寬容, 我的詩依然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 畢竟這是文學社嘛。 我叹了口氣。 這就是不自量力的結果吧。 沙歐里和莫妮卡在房間的另一頭一塊的聊著天。 我的目光隨…… 欸,這是不是重複啦。 喔,現在要交換了是不是。 他們慎重地交換了紙張, 跟對方分享了自己的詩。 在他們閱讀時, 我在一旁觀察著他們的表情變化。 夏叔的眉頭皺了起來, 有理者苦笑著。 這真的是中文嗎? 欸? 你剛才有說什麼嗎? 啊,沒什麼。 夏叔不以為然的, 單手把詩放回桌上。 我想這應該可以用… 用詞很花俏來形容吧。 嗯,謝謝。 你的詩還蠻可愛的。 可…可愛? 你是不是完全沒有理解我的象徵手法之類的。 詞的主題很明顯就是關於放棄的感受。 這樣的主題怎麼可以用可愛來形容呢? 我當然有注意到啊。 我是指… 大概是用詞方面… 我只是想說點好聽的。 欸? 你… 所以你的意思是, 對你來說, 這首詩連找點好聽的話來稱讚都很困難嗎? 那這次謝謝你了。 但老實說,聽起來一點都不好。 好吧,那… 我確實是有幾個建議。 嗯… 如果我想要建議, 我就會去找喜歡這首詩的人。 順便跟你說, 有好幾個人都喜歡。 沙尤里也喜歡。 雅吉也很喜歡。 因為如此, 我也很樂意給你一點我的建議。 首先, 我要開始… 抱抱歉。 你的好意我先領了。 不過我的寫作風格是我花了好一段時間才建立起來的。 除非是我遇到了什麼特別激發靈感的事, 不然我想不會在短時間內改變它的。 但到現在為止那種事還沒發生。 你… 而且雅吉恩喜歡我的事。 她甚至還跟我說, 我的事讓她留下深刻印象。 夏樹突然站了起來。 蛤? 我到現在才發現, 雅吉你投了很多薪力去取悠我們的新成員嘛。 欸? 我… 我才沒有… 你… 你只是… 雅吉也站了起來。 你只是嫉妒雅吉跟贊同我的建議。 而不是贊同你的… 蛤? 你又知道她沒有更加重視我的建議了。 你就是… 你就是那麼自負嗎? 我… 我… 我才沒有… 我… 如果我有像你說的那樣自負, 我就會故意把我做的一切變得更… 嬌柔躁躁。 嗯… 嗯… 呵呵… 大家… 都還好嗎? 哼! 你知道嗎? 某個人自從雅吉來了之後, 胸部就神奇地大了一個罩杯。 夏…夏樹! 吼! 嗯…夏樹,你說的是不是有點… 吼! 這個跟你無關! 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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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喜歡吵架! 吼! 突然間,兩位女孩都轉身面對我, 似乎到現在才發現我正在這裡。 relación! 他…他只是想讓我難堪! 我才沒有! 是你先開始的。 如果他能克制自己 学会赞同简单的写作方式更加有效的话 那么整件事就不会发生 无缘无故的把诗写那么的会色 有什么意义吗 诗文的含义应该要更加直白的呈现给读者 而不是强迫他们去了解 Yaki 帮我跟他解释这一点 等 等 等 哇 我在吵架 吵架 怎么办 我们的语言言语中 有那么多富有表现力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词语 那是有原因的 这 这是因为能把我们的复杂情感还有意义 传达出去的最有效的方式 不去使用他们的话 不仅不必要的限制了自己的发展 更是种浪费啊 Yaki 你能理解的对吧 呃 呃 怎么说 我到底为什么会被牵扯进来呢 好 储存 存档了 赶紧来存档 好啦 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啦 返回标题 从女孩子中的争吵逃了出来 好啦 那么 最后会吵得怎么样呢 我们就下一集再揭晓啰 那么如果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 如何做得更好 我是天使幽灵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